海鮮煎餅、二人餐、加一、飲品 我想價錢是超過一千元 吃完之後我覺得不太值得 Hi 我是阿Mai 我是Kiki 今集來到餵食機票的時候 我們都很久沒拍過餵食機票 我們這次的飛機是去韓國的 之前拍了太多日本 其實是時候要拍到第二個地方 所以我們這次在IG問了各位的意見 我們就想找一間正宗吃韓菜的餐廳 因為這間其實都有好幾位觀眾 提議我們過來要試一下 有些觀眾朋友說這間是去公司的韓國人 都會吃這間店 在韓菜來說我覺得是挺有名的 因為除了米芝蓮之外 還有很多韓星來到香港 都會吃這間餐廳 你會看到GD、金中國那些簽名 都放在這間餐廳 這間就是一間老字號 我也聽聞好像韓國的領事 都會過來這裡吃東西的 這間餐廳應該是很傳統的 就不是一些新式的餐廳 見到它有這麼多的名堂 還有名人來光顧過 我們就來試一下 究竟好不好吃的呢 大家支持我們的話 一定要記得 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響一下鐘仔,搶先看 好,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去吧 好,go! 我們剛剛就進入這間新羅布了 除了銅鑼灣分店之外 其實尖沙咀也有分店 還有以前其實機場都有的 不過現在好像倒閉了 其實整個格局是比較舊式 傳統一些的韓式餐廳 我們這一間是位於利武台 其實一到來 其實有很多的宣傳 都是說這間餐廳的 所以是超級容易找到 其實是在18樓的 還有其實有這麼多宣傳 但這段不是廣告的 每張桌上 都會有齊一個韓式烤爐 這間餐廳其實是在食物上的選擇 都有很多的 除了有韓燒和火鍋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韓菜的食物 例如冷麵 或者石鍋飯 都有的 看到外面還有韓牛也能吃得到 這裡也會有一些window seat的位置 因為我們本身提前預訂的關係 我們的時間比較早一點 我們就5.8左右 所以一進來是完全沒人的 這間餐廳 那些職員其實很多都是說韓文 或者只是說英文 那些Rachers是比較酷的 我們剛才叫了一個二人餐 它除了二人餐之外 其實還有四人餐、六人餐 還有八至十人餐 我也發現有些顧客進來 那些人 全部都是韓國人 在趕的韓國人的聚腳點 這間餐廳的程度 就是未至於很誇張的 如果平日的話 前一天預訂已經有位 那兩人餐都有分兩種不同的價錢 那我們就叫一個貴一點點 再叫一個海鮮的煎餅 我記得很多人都會說 這一間的海鮮煎餅 蠻好吃的 所以我也很有興趣去試一下 那我們這次的二人餐 價錢就是八百元 一餐已經吃得完 韓鮭和火鍋 我們這個套餐就來了 第一樣食物 這款就叫做 煙牛肉脂片半雜菜 牛肉已經是煙燻過的 你看到它的邊緣 有點啡色的 旁邊就有一些不同的雜菜 像青椒、菜、洋蔥等等 另外有兩粒很搞笑的 紅色的粒就是辣一點的調味料 青色的粒就是芥末 它就給你加進這個菜的醬汁上面 煮完那塊牛肉之後 就是混合這個醬汁 這樣就一次過吃了 這個做法非常簡單 剛才也有職員來示範過 它就會把所有雜菜 放在牛肉的上面 然後就捲起它 就有一點像我們平時吃五花南山菜 這一款是最受歡迎的一款前菜 我們基本上在哪裡看 每個人都會點這一款 它那股煙燻的味道 不是很出的 純粹是牛肉的味道很濃 然後就加上一些很鮮甜的蔬菜 而且它的蔬菜真的很新鮮 之前上網看資料就說 它的蔬菜全部都是韓國空運過來的 雖然它不是不好吃的 但是它就不算很有驚喜 其實它這款牛肉是比較薄切一些 這款牛肉本身的肉味 但是不算是很嫩滑的那種 這款牛肉真的要光吃 才能感受到它的煙燻味的餘韻 因為基本上你點了它的汁 就會蓋過它本身的煙燻味 它都會上完沙律的了 因為那些蔬菜真的非常鮮甜 蔬菜是好像有汁一樣的 因為我們本身會覺得 這些沙律只是頹食來的 想不到它的沙律都下了很多心思 不是客氣的那些沙律 還有它裡面是有加了一些雪梨 那這個沙律醬也是很韓式的 都是辣辣的酸酸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醬汁的份量是很足夠的 是非常之開胃的 下一個就是吃170元的海鮮蔥煎餅 我們看到網上有很多人吃 所以我們也想額外再試一試 其實它有很多款的 我們就選了海鮮味 然後賣相竟然有點像蠔餅 上面有一些蜜魚 它一來到它是會在你面前剪開它 最重要的是用鐵板暖住它 保持熱度 而且它也會給我們一隻醬汁 專吃這個煎餅 它的醬汁眼見像甜酸醬一樣 這個煎餅它的蔥全部是一條條長的長蔥 我覺得是挺特別的地方 一吃它會更加吃到蔥的味道出來 至於這個煎餅它是有焦邊的效果 但是不會過焦的 基本上它不會太油漸漸 一吃完整嘴都會有 而且它是很脆的 上下一邊咬下去會很舒服 如果170元這樣一抵 我覺得價錢相對有點貴 因為海鮮的量比較少 而且尺寸是比較小 所以你一邊吃的時候 它最主要的味道是靠蔥 和本身的麵粉的味道 反而海鮮純粹是一個襯托 我挺喜歡這個煎餅 它的粉漿不是很厚很實的 下一個味道就終於來到韓燒 韓燒就是吃特級牛肋骨 這個韓燒的好處就是 會有專人幫你燒 全程幫你看著火 燒好就叫你吃 然後關火 有專人幫你燒的好處 當然是第一 不用自己動手 就這樣吃就可以了 第二 當然是保持他們的質素 不會有過焦的情況 這個牛肋骨泥 它就會給你一些陪菜 大家吃韓國的東西 多數都是會給你陪菜 可能是泡菜 白飯魚 有幾種不同的配菜 會給你 這裡的泡菜 我覺得不夠我們之前吃韓牛那間 那麼好吃 那間是超級爽口 這間就是普通一點 整個是軟一點 但醬汁就蓋過了 它本身的泡菜爽口的感覺 我們先說回味道 我覺得它的味道比較淡 我們平時吃韓國的東西都會覺得葉味很濃 但是這裡反而是比較淡一點 本身食材的味道比較多一些 韓國其實是很著重很多醬汁 其實基本上每一道料理 就有一個新的醬汁給你去點 但這間本身的葉味已經不算是很重 所以就算加了醬汁來吃 都不會說吃韓國很頸殼 很濃味 就是一開始 那些牛的上面 其實已經解了很多刀 就是被一些醬汁和一些味道滲透 那我自己覺得它在調味上是夠的 但因為本身那個牛的質素 應該都不是很高的 那個牛不算是很硬 但是就有點像牛仔骨那種感覺 都不會是有筋的 那只是那個油脂感 或者嫩滑度方面是差一點 牛肉就不算是很厚的 比較薄一點 那它吃的時候牛肉的口感是軟的 不過就去不到暖滑的程度 這個其實我個人是不推介的 真的不特別的 是一般的東西 那之後我們就說一說它這個蝦 這個蝦它是會有四隻的 四隻都是很大隻的 都會一樣都是有專人幫你弄 幫你燒、幫你剪 但很不幸地那個專人 剛巧走開了一會 然後我們的蝦有些洞 洞到會有一點點 你看到很明顯有黑色在上面 所以我們吃的時候 就會很明顯吃到有一點點苦味 有一點點可惜 我真的看過蝦本身的賣相 都應該是覺得是挺漂亮的蝦 那些質素是不錯 我看到它的蝦肉是晶瑩剔透的 為了沒有那麼苦 都要弄走那些洞 因為肥姨這樣已經過分了 令蝦本身的質地 是變得比較硬一點的 就很可惜了 我覺得如果它處理得好一點的話 應該是很爽口彈牙的 那麼多樣東西之後 都發現了他們 就是喜歡吃食材的原汁原味多一點 下一個就是這個鮮牛肉湯自製麵 覺得它的牛肉的份量都算幾多 而且它的麵 真的自製 你會看到有一點麵粉在上面 是整個感覺好像很棒 至於它的牛肉 它是整得好像手切肥牛 一卷一卷的那些 不過它的牛肉基本上全部都是紅肉 沒有任何雪花紋 純粹是純瘦肉 不過它就切得比較薄一點 至於這個料理是很花時間的 我們剛剛吃完了的韓燒 它就要換了鐵板 變成平時打火鍋的鍋 其實裡面已經有一個湯底 然後一滾之後 就像我們平時打火鍋一樣 就把牛肉撐下去 倒完牛肉之後 就會加上自製麵 之後才加四款調味料 就是熟蒜蓉 辣粉 黑椒粉 和芝麻 這個韓式牛肉湯 其實都是一個美星的菜 大家都知道 通常吃麵類 飯類 通常都是 最後濕飽你的胃 它的份量就不算是很大碗 就是比較適合一人份量的麵 它的粗幼度 其實有點像我們平時吃牛肉麵 那隻粗麵 但是它的口感是比較容易斷 和軟一點的 它一開始就已經拿了牛肉下去 基本上是比較薄一點的 所以其實煮了差不多 其實它已經顯得比較老 其實我覺得它這隻牛肉 不應該這麼早扔下去 我覺得是應該差不多完的時候 扔下去 那它的牛肉應該就會暖一點 它現在煮得太久 就真的很老 我覺得它本身還有一點配料 就是有些菇 有些菜 看來講我覺得這個 只是一個不過不失 沒有什麼特別的一種麵 大家會預期這款料理裡面 會有些蘿蔔 但是這個就用了冬菇來代替了 但是它的湯底最特別是 加了一些蒜 香濃一點 就是整個味道 然後最後來的就是這個 它的名字叫做 山果拼盤 其實它最近的山果拼盤 其實只剩下的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尾聲了 我們就來了一個總結 我們剛才開播忘記錄一句口號 就是不理價錢 你不理地 最重要是原汁原味 就是我們這個為食機票的口號 我們為了食原汁原味 我們完全不介意它是多少錢 所以我現在就說回這裡的價錢 是多少錢 算海鮮煎餅 再算二人餐 算加一 買東西喝到的話 我想這個價錢是超過一千元 吃完之後我覺得它不太值 其實服務是OK的 我們差不多吃到最後的時候 因為它保持著 都是有人幫你一路 任何東西都是幫你做的 但是你不要期待是一些很熱情的服務 最重要的是那個食物的質素 我覺得是不值一千元 我覺得如果以餓的話 可能是六百元的話 我覺得是OK 但是如果一千元我就覺得太貴了 我覺得這間餐廳是遮食它的名氣 在香港的韓菜界來說 都算是一個老字號 但是沒有一樣食物 我覺得很好吃 我會再回來吃 甚至是牛肉 我都不覺得真的很好 其實大部分食物都是正常 我覺得連水瓶以上都不是 我覺得是有點失望 而且在韓國 都是有些類似的食物 說真的韓國是好吃 都挺多閒 那我們這次就和大家試了這間餐廳 我自己個人的話 我就不推介這間餐廳 其實最主要就是 剛才所說的那些價錢的問題 所以我就不特別推介大家過來 其實我想香港還有很多 餓虎藏龍的韓國餐廳 歡迎大家在留言 推介給我們 你們這間韓國餐廳有多好吃 我們都真的很想知道 說真的 今次的一間就有點失望了 但希望大家都會繼續支持我們 記得CLS,留言,按讚和分享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